今天录这个视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网上面买化妆品护肤品的一些小经验 直白点来说就是降低自己在网上面买到假货的几率 大部分的化妆品和护肤品呢都是如果可以在香港买到的话我会自己去香港买 但是香港也不是什么都有 所以我也会经常在网上面买一些产品 那我发现呢就是卖假货最多的呢就是韩装韩国的产品 还有日系开架的还有一些就是欧美药妆开架 欧美药妆就是比如说雅样啊李富全啊这种就还挺多 然后我会希望店家他的微博和微信里面呢会有一些他自己采购的直播 比如说图片或者说小视频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还想看到有店家他自己的生活 比如说一些小吐槽啊或者说自己的一些生活感想啊之类的都可以 我觉得有这些的话会让我更加信任而不只是全部都是广告 那我还会想看到他微博或微信里面会po一些买家秀 这样子的话我会对这个店家的信任度有所提高 另外呢我还会去辨别他这个买家他是真实的自己去采购 还是说他只是一个代理 如果是代理我发现他如果是代理的话我坚决不会买他的东西 因为如果他是代理的话实际上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产品的来源是来源于哪里 他仅仅只是想用这个赚钱而已 那怎么样去判断他是代理呢 就是代理一般都是疯狂的发很多的广告 然后他们的广告呢那些广告语都是感觉上就是被编辑好的 我随便搜了一段大概是这样 乐敦CC面膜抑制黑色素产生有效预防皮肤斑点和雀斑 白皙皮肤晒后修复打造肌肤透明感 还能有效预防青春痘等等等等 后面还有一大段就是这一种语句呢 很明显就是那个厂家自己编辑好 然后发给代理就让你这样去推销的 我这种就很明显是代理 只要遇到这一种的话 我都不会去选择相信这个店家 还有呢就是判断一个店他是卖的东西是真的假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会考虑 如果他店里常常会有一些产品是缺货或者说没有货 你要等他去买回来 那种我觉得信用信 那个信任度会比较高 因为如果那个商家他那些产品全部都是源源不断 一直都有货的话是不太现实的 因为其实像我了解 在日本的很多店里他日本的专柜都是限购 欧美的也有也是限购就一个人一天只能买那么一点 还是说一个星期就只能买那么一点 所以如果他的产品是可以源源不断的供应的话 从来不断货的话 我觉得就比较假 我觉得只有假货才能做得到 产品总是处于供应非常良好的状态 所以我会看到如果商家是有缺货或者说断货的情况的话 我也会提高对他的信任 如果那个店家他是买卖假货或者说是真假混卖的话 一般情况下你跟他多一点说奖价的话呢 他一般是可以便宜给你甚至便宜不少的 那但是如果是真正是店主自己去代购 然后是正品的话 价格一般都是不可以奖价 或者就仅仅给你包个油这种 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商家 你跟他奖价 他是可以大幅度的给你降价的话呢 这种也是非常不可信的 我自己个人来说非常喜欢在网上面 买一些非常冷门的护肤品或者化妆品 因为这类产品基本上没有假货 有假货的大部分都是爆款 这种非常冷门的东西呢 我想那个作假的厂家 也不会去花精力去研究它 所以当买这种很冷门的产品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可以比较放心 大胆的在网上面选择 同样道理 我在网上面买一些产品 是比较贵的价格的 我也会比较放心 比如说Lamare 海兰之谜 Tom Ford 还有那个La Prairie 这些牌子的话 我会比较大胆的去买 因为也是他们的消费人群 其实是比较比起爆款 是少很多很多的 而且它因为那个产品的技术含量都比较高 你那个造假商要模仿的那种程度 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它造假出来的东西 非常容易被人发现 所以厂家也一般不会选择 这种价格很昂贵的高端产品去造假 所以如果你是买冷门的产品 或者说那个价格比较高的这些牌子的话 你就选一些看起来比较正规的店面买 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一般来说我还会喜欢选择 在一些比较小的店去采购 如果是很大的店 就是那种几十万粉丝的那种 我觉得他们的采购的那个过程 不够公开透明 然后我有思考过 如果是假货商的话 他们应该更加愿意去找那种销量 非常高的店主去卖他们的假货 所以我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尽量选择在小店里采购 那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对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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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哈哈哈 马上来价格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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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店 转发 转发 有则达能力